開始了齁 開始了齁 今天是在哪裡 在公司喔 最近直播蠻多的齁 今天星期一 下午的話 我們安裝這款車是 Mini Cooper的R60 2012年是1.6升的引擎 這台的前面懸吊系統 跟R50 R53或者是R56的話 其實是差不多 但是是沒有共用的齁 到了最新款的F5開頭系列的底盤 又不一樣了齁 這一個世代的底盤 它還是自己Mini Cooper的一個設計系統 前面一樣是插入式的賣花層 後方的話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但避震器的擺臂的位置 比較特別一點點 它避震器後方的是斜的齁 這個是它原來拆下來的原廠 不是原廠 這個也是改裝的齁 這個是Caseboard 也是台中的大廠 那前面的設計一樣是賣花層 這個品牌它一樣有附上注 所以這個主結構的話其實都差不多 因為這款車它的前面是賣花層的 那後方的話它的避震器 是有一點點有特殊的斜度 所以後方的話都建議用原廠的上座 會比較理想一點 因為它有一個特殊的角度 如果沒有把那個角度做準的話 很容易會有異音 所以一般來說後方的建議的改法 都是沿用原廠的上座 但這個Caseboard品牌前面12的現徑 應該是7公斤啦 應該是7公斤 但KT的設計前面也是用7公斤 後方的話有特別再把彈簧拉長一點點 所以一樣是前期後期的設定 那阻尼的調整 都是這兩個品牌都是一樣可調的 那這個後方的懸吊系統 它是一個好像我們那一天開直播 Raw 4 4代也是在公司裡面開 這個避震器它很像是那樣的擺幣位置 可是Raw 4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 比較新的Mini Cooper F系列 它的彈簧後方懸吊系統 彈簧跟避震器一樣是分開的 但這個世代的話 從R開頭的後彈簧跟避震器都是做一體的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但後面的話今天的車有車高 要跟原來它所改裝的避震器品牌一樣 大概是一指半 但是這台車如果降到一指半的時候 又來了 它的後輪角度還滿趴的 所以輪胎的內側就會磨得比較快 像我現在已經有戴手套了 摸摸看看它輪胎的內側已經有跳花的狀況 所以它是呈現一個小波浪狀的狀況 那外遠的話 所以這台車如果有降低幅度的話 經理還是比較建議改一下仰角調整器 會比較理想一點 但後輪的話 如果像這種要跑一點小海拉的一個風格的旅圈 其實就會稍微做一點Camper 會比較好看 視覺上會比較好看一點 後方的話沿用原廠上座可能不太有辦法拍到 因為鏡頭需要由下往上 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原廠的上座 它的上座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所以這個需要沿用原廠的 車高調整這個就簡單了 就比較沒有什麼技術性 這台如果看直播的是技師的話 那這台車只有一個重點 就是後方 上座在沿用原廠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一下安裝的順序 跟後彈簧的預載 像這個直捲彈簧 基本上都不建議預載 大概預載大概3mm左右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後方 就只有這麼一點點的一個小技巧 需要特別注意而已 那前面的話就更簡單了 前面的話它是一個賣化層的懸吊系統 但每一間的設計會不太一樣 像剛剛的K牌的另外一個品牌的做法 它是做一個下座 做一個偏心的方式 讓它的腳管的外側 能夠閃過輪胎的內緣 像今天的車友的車是有改裝過鋁圈 所以它的ET值會比較外擴 可是這台車的話如果是用原廠鋁圈 這個銀色托軟的位置如果再往上抬的話 輪胎的內緣就比較有可能會跟這個做干涉 所以一般來說有兩個改法 第一個我們把桶身的長度把它改短 第二個就是像剛剛另外一個品牌的下座 是做一個偏心的方式 讓它的桶身往內挪 這樣這個就能夠閃避掉一個干涉的狀況 那如果是國外附桶式的改法 它可能會在桶身的這一邊的地方 把它做一個凹陷進去 讓它可以閃避輪胎的內側 就不會有一個干涉的狀況 但不論什麼方法 只要不干涉就是好方法 這個離載串的話是需要做一個改短的 所以因為離載串的鎖點我們往下降 所以這個離載串的長度是需要同步把它把它縮短的 但KT的話就有附一個可調式的離載串 可以給車主來使用 那像是這些有一些的油管固定架 或者是ABS感應線 這一看就是知道這個是這台車R60所專用的規格 對了這款車的話其實還有分二輪驅動跟四輪驅動 後軸的配重的話就有點不太一樣 那基本上我們都是稱這台為大咪啊對不對 前面的彈簧前面的彈簧比較短一點點 前面的彈簧公斤數的話一樣是7公斤 是做一個小燈籠狀的彈簧 那就會比較舒適一點 7公斤的話對這一顆1.6升的引擎來修的話 也差不多還蠻剛好的 好那上座的部分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有附一個上座 那上座的中間有一個旋鈕 這一個旋鈕就是在調整阻尼的 往順時針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是變軟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前面的軟硬度 那後方的話應該是藏在車體裡面 後方的話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那這一顆一樣是1.6升的渦輪引擎 後來的這個世代經理忘記了 如果是下一個世代的話 F系列的它的引擎還有底盤的話 就跟BMW車款都有共用 那這個世代的話 底盤都還是自己獨立一個型號跟規格 那這款車的話 在安裝完畢之後前輪的話 因為它沒有辦法調整Camper 所以它前輪的話只有辦法做塑膠而已 所以這台車降下來之後的穩定度 還有一個駕駛起來的一個操控感 就會更同步提升 其實這個本來它的懸吊系統 就比一般的日系車還來得好很多 那降低之後變帥了 操控起來也會更穩定 如果車友們一樣是開這台MINI的話 很歡迎到我們KT的工廠裡面來試乘看看 如果產品有滿意再來考慮就好了 有沒有什麼任何問題 沒有齁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掰掰